哈喽大家好我是Moei 天气逐渐变暖了 春天也到了 那今天的话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粉嫩的 新色系的少女妆容 好的那我们先开始咯 补服完第一步的话我是先上防晒 像防晒上的话它可以让你的底妆更加的服贴 然后也可以提亮肤色的一个妆 然后就是上粉底液啦 今天我选的是上MK的 它这个的话是比较清透的这种妆感 额头 然后用RCMA的一个散粉来做一个眼下的烘焙 轻轻的按压在眼下的地方 这个烘焙法的话它有定妆的一个效果 同时它也可以减少眼下的细纹 然后选了一只颜色比较浅的来画眉毛 就根据你眉毛本身的一个形状填补 然后用一只浅棕色的染眉膏 把眉毛给淡化一下 这又是凯迪的一个蜜桃盘 需要一个浅棕色来给眼窝打一个底 先大面积的刷在我们的眼窝的一个地方 然后下眼影的话也要稍稍带到一些 用到一个米黄色 从眼尾向眼头这样子的一个柔软方式 我们现在来上一个杏色 下眼影的话先有一个浅棕色 然后用刷子的一个尖头把卧蚕加强一下 取一个细色来叠加在眼尾的位置 然后用colourpop的一个高峰盘 取一个粉色的珠光色 这样子的话眼球就有一个很好看的立体感 然后再提亮一下卧蚕 眼线画间就这个LIX的一个眼线笔 画眼线的话一般从眼尾开始 然后往眼头这样描绘 接眼线的话就可以稍稍就是角度往下一点 看起来有乌乌的感觉 好的 现在来夹睫毛 然后来刷睫毛膏 用的是这个美宝领的超龙蜜块 现在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逆天的超长的睫毛 好 现在眼妆的话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来修容 用Sungama的E40号来占取这个MAC的Omega色 腮红就用MURFET的一个钢红纱来刷腮红 占取一个跟我眼妆比较相近的一个颜色 刷在苹果肌的位置 然后我会把鼻头也搭掉一点点 用这个打亮鼻头 鼻梁 下巴 好 最后的话就是上口红了 好了 是不是现在大家看还不够那个少女 但是我有个法宝 可以用这个唇蜜 然后叠加一层 就有果冻成人的感觉 好的 下期的新色少女妆容到这里就全部完成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然后也希望大家已经学会了 然后有兴趣宝宝可以来评论区分享你的妆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评论 听好了听好了 Hello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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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中文字幕——YK